2023年高雄灯会遗失左营连池坛举行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宣布之后 局长高敏林昨天拜访了左营区的里长庙宇 在加码宣布 全国旅行社主团来高雄赏灯到庙宇参乡祈福 灯会期间一团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 希望能够活络国内的旅游市场 带动地方观光产业 推动高雄役后的观光经济 而局长的宣布之后 也立即获得里民们的认同与肯定 并表示热关齐成 矮营区北东里里长周秀华认为 这是市府送给地方最大的礼包 期待活动能够带来丰沛的人潮 与更多的商机 林智坛是一个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景点 它不仅仅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庙 还有在地人文非常的丰富之外 还有在地人文非常的丰富之外 以及生态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再就是我们的错领品 还有一些百年知名品库 那高雄市政府在举办了高雄灯会 今年迈入第22年 第一次在林智坛举办 这个不仅仅是给我们在地的商家 或是在地的居民 是一个非常大的礼包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带来一个 丰沛的人潮 再让我们更多的一个商机 那欢迎今年春节的时候 来到林智坛这边走春 赌醒了花灯 旧城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张美华则说 今年高雄灯会遗失连池坛 对在地店家及居民 可说是一大喜事 感谢市府在新春前送了大礼包 也期盼连池坛的观光资源 结合兔年的灯会 能够吸引更多人潮 到店家消费创造商机 今年高雄灯会 在我们左营连池坛举办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也是我们已经很期待的 22年来 头一次在左营连池坛办 希望全国的水 可以借这个机会 来我们左营连池坛走走 左营有著名的文化古迹 城墙 还有一些庙宇 甚至我们著名的龙虎塔 狐狸亭 大小龟山 交通方便 可以搭陶铁 高铁捷运 今年是兔年 借这个机会 兔年一些灯会 有一些灯饰 希望可以不需此行 高雄市观光局指出 这是高雄灯会 结合在地文化地景特色 并呼应兔年同趣元素 除规划兔子主题登视 还有更多精彩的事集 及表演活动 详细资讯将于近日 公告于观光局官网 高雄旅游网 高雄连南灯会 赞 让新闻记者 陈文 平 高雄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